现在我来介绍的是直线方程式的标准式的状况 直线的标准式的话呢有好几种 我们的话呢概略说起来的话呢常用的有四种 第一种是最重要的叫做点斜式 为何叫点斜式呢 是给我一个点给我一个斜率 它可以唯一造成一条符合它的直线 这叫做点斜式 第二种情况的话呢是两点式 两点式就是说两个点能够造就一个唯一的一条直线 那这是两点式的公式 第三个叫做斜结式 什么叫斜结式呢 给我斜率 给我一个结距 结距的意思就是跟坐标轴交汇的那个坐标 我们就称为结距 再过来的话呢是四 结距式是告诉我说 X坐标的结距以及Y坐标的结距 我们也可以唯一造成一条直线 不过的话呢这四个理念 我们并不是打算每一个都介绍 因为我们只要学会一个其实其他的通通都可以解决 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一个叫做点斜式 来我们只要介绍点斜式 点斜式的公式请同学的话呢 务必要把它背起来 因为的话呢背下来是比较方便去做解题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点斜式的内容 点斜式的内容就是说一个直线的方程式 假设通过一个点 点点有了 斜率也有了 斜率叫做M 则直线的方程式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请记下来 Y减掉Y0等于MX减X0 这个是要刮胡的啊 再说一次Y减Y0等于M刮胡X减X0 那请记下来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例题 来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 同学就会比较容易做了 现在有个例题说 假设有一条直线 它通过了点叫做五六 斜率是三 那各位同学直线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立刻写出答案来 那我们答案怎么写呢 各位同学请你记得 我刚刚所说的公式 Y减Y0等于MX减X0 Y减掉 请问Y0是多少呢 Y0就是这个六 等于M 本题的M斜率是多少呢 是三 然后刮胡 X减掉X0 X0是几呢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至于说要不要拆开来 那看看各位同学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那我们来再做下一个例题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例题 下个例题的情况不一样 下一个例题是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两点式的题目 这个题目说过五六 又过四九 两点 请问直线方程式是什么 两点是我没有背公式哦 可是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交过两点之间的斜率是怎么算的 来我们先来算一下斜率 本题的斜率是多少 我们的话呢 记得斜率的算法就是 后面减前面 后面减前面 来我们来看看啊 先先看看 dataY 上面Y的坐标 来后面的减前面的 9减掉6 下面呢 还有一个 4减掉5 于是答案下面是负1 上面是3 所以是负3 我们算出来了它之间的斜率之后 剩下来就是只要一个点 至于说同学要用5 6 还是4 9 都没有关系 因为答案都会一样的 来我们就写答案吧 本题的话的答案是Y减掉 来我们写这个好了 Y减掉Y0 等于M M是负3 刮胡 X减掉X0 X0是几呢 我们要取的是5 那么这个答案就算出来了 这个直线方程式 我们就很轻易的去克服了它